找到你了吗 哎呀 哈哈哈哈 啊 干啥这样的 今天来看望我之前的保安兄弟 当我告诉他 又可以和我继续工作时 他急动的连突突都不拿 就要跟我走 兄弟们今天我们去00后巴铁保安的家里啊 保安开不上啊 昨天吃饭才知道他是00后 咱们先去超市买点水果啊 咱们不知道他家里有机会人啊 咱们都买点水果送回去 天瓜怎么卖的 1501公斤 我以为论个的 超巴克这个天果 600卢比啊 也就是10多块钱 这个芒果怎么卖 400一公斤 400一公斤就是5块钱一斤 也来8个 3块多一斤啊 猴子 咱们买个2公斤 葡萄怎么卖的 800 10块钱一斤 来2公斤 一共是3200卢比啊 相当于80块钱啊 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兄弟们因为巴基斯坦在咱们中国的西南方向啊 水果也是差不多的 还有很多的甜瓜 还有藤蒙这边盛产的葡萄 我们现在已经到开门人家附近了 等会他啊 他带我们去他家里 路不是那么好找 哎兄弟 走走走走 还有咱骑着小摩托还挺酷的 这路比较窄 里边真的太窄的 车就进不去啊 拿水果 现在走进去 走走 我不坐 咱们让我坐摩托车 没事走两步啊 到了啊 他是在城市边上的一个小巷子里 这是他的小卖铺啊 这房间啊 是两层的 看着还可以啊 这边是厨房 他的姐姐在家啊 他姐姐是23岁 咱们是21岁 这是他们的小卖铺啊 家人们看一下啊 地方不大啊 他们都睡在这里 还有个小车啊 还可以啊 这条件 比亚瑟大哥压实强不少啊 凯伯伦家里还有一个哥哥 还有一个弟弟啊 弟弟是在那个银行里边打扫卫生的 他的哥哥呢 是在部队里上班的 凯伦还给我们准备了饮料啊 八点兄弟 一般去家里做客啊 要么就是奶茶 要么就是可乐加薯片啊 你跟凯伦说 这是给他准备的一个礼物 现在他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一会儿让他见证一下奇迹 眼望啊 看看这杯子啊 找到你了吗 找到你了 这个礼物喜欢吗 这上面有我的照片 大致 大帅 刘浩还有厨师啊 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每一个人啊 凯伦在这边 这个杯子就送给你了啊 这是凯伦家里的风扇啊 看看棚顶啊 这后面可以加入凉水啊 吹的风就是凉快的 室内还有个这种骨枣 除奶茶用的 我们现在去楼上看一看啊 参观一下CAMERA的家里 阳光明媚啊 楼上还有房间啊 这边有两个房间 这就是他们的卧室啊 还有个小彩垫 看看这边的卧室啊 这边卧室是两个床啊 这边放了些纸壳子 估计是卖钱的 这也是一个电视的柜子 上面是个天台啊 夏天在这边 做个BBQ也挺爽 这边还有个室外的厕所 楼下咱们就不去看了啊 她的姐姐在房间里 在巴基斯坦那边 拍摄女士不太方便 这边就是城中村一样 看那边有拱网牌 那边就是属于市里 各个的别墅 有环境好一点的 有环境差一点的 CAMERA的家里啊 属于一个中等水平吧 差不多 兄弟们她现在还不知道情况啊 那个我现在准备跟她说一声 因为她以为我们这次来完之后 就要离开这里 就再也不回来了 咱们现在去问问 刘昊你问一下 CAMERA最近找到工作了吗 没有 咱们正常也要找保安的 你问问CAMERA能跟咱们一起做吗 这次咱们可能要出远门 远门了 都没问题啊 这事要走 家里我看还有父亲 还有家人在家 没事吗 这没问题 都在外面工作 行啊 特别顺利啊 CAMERA马上就跟咱们一起走了 那你问一下CAMERA 今天都出发吧 这要给 那要收拾一下东西 CAMERA跟他父亲沟通一下 咱们就准备走了 CAMERA收拾太快了 放几件衣服 背上包就准备走了 然后现在让CAMERA 让给他老板打一电话 问清楚啊 咱们是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兔兔 还有证件送过来 打完了啊 完了 他能过来吗 你问问 他也能 打他来过来 OK 那咱们先走吧 让他老板直接去咱们酒店吧 咱们准备出发啊 刚跟他老板联系完 因为在附近的城市 很快就能到我们这边 拿好证件 拿好兔兔 咱们就撤 兄弟们 我现在在酒店等一会儿 开门让已经下楼去接他的老板了 这是开门让之前的资料啊 兔兔的证件 还有保安的证件 来了啊 前那个老板啊 好久不见 Nice to meet you 我来过去公司了 这个大哥应该是大老板啊 之前没见过 这个老板是从其他的城市过来了 骑摩托车 骑了两三个小时 到达我们这个城市 看我是又回来了 非常热情 想帮我这个忙 拿出之前的证件 先看一下 明白了 现在保安必须得拿到警察局盖章 他们保安公司没有权利 下配保安 这是枪的元件证明 还有这个磁卡 兄弟们 开门让先拿突出去了 还有他的服装 家伙带来了啊 这个突突怎么变小了呢 不是这个月之前啊 一样的 就是小的 没有带托把 对 但是小的放电脑 这个老板知道我们要吹眼门啊 他给我们换了一个便携式的啊 这个里边的子弹 跟之前都是一样的 威力也是一样的 只是说这个更方便一些 这次是一个黑的保安服 跟大致那个差不多 这还有一个蓝色的 两套日服 没有短袖啊 一套蓝色一套黑色 挺好啊兄弟们 这个是本家笔省的 大致大帅正好在这个省里 如果我们再去更远的地方 开门上可能就没办法跟我们去了 这老板非常精致啊 每次装备都非常齐全啊 这次也给了腰带 开门上拿着资料去开张去了啊 造成大学 今天嘛我们把钱转了啊 一共是三万八千卢比 三万八千卢比是980多块钱啊 给开门上的是两万五 因为现在巴基斯坦的汇率都在上涨啊 所以说咱们的保安费用也提高了 这老板挺好的啊 他说其他家都给四万 给咱们三万八 办的速度也是真快啊 办完了 上面有警察写的字 还有盖好的帐 放好资料 这些东西的冰门再检查一下啊 一个腰带 一把突破 这是我们的材料 还有一个颤动马甲啊 就完事的啊 出个脸 到酒店了 开门上不要专业一点啊 穿上这个靴子啊 兄弟们开门上好好服装了 我们行李已经装好了 现在准备出发 咱们下期见 拜拜